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credit 因為其實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在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那些時候可不可以 就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接下來是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滑太陽的金牛座朋友 來到農曆七月節 自身整體運勢聽清楚 例如單凡和生育 搬屋、裝修、造屋、買房子、移民 還有最後呢 如果你想做一些藝術創作的東西 單凡以上所有的東西 千萬不要做著 就算你真的有一個很強烈的意欲 無端端驅使你 真的覺得不做不行 都要忍 不忍不忍還衰忍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無端端心血來潮 很想做這些事 麻煩你先想想想想 那你說等等等等 都不可以等到無聊期的 起碼過了一個滿月先 因為那些東西 可能到時會出現變化 可能是你 你的念頭會出現變化 當初你想想的那些東西很美好 但是過了滿月之後 你會慢慢意識到那些東西的 一些不足之處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外在的環境 有一些不同的因素出現 那些東西 開始它會有 即它那個incentive是會低了 那就是諸如處理 所以總之等 但是其實就是 你問我真是最保險 我就覺得 農曆八月才再想那回事 即是那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真的 但是都要很急的話 起碼都過了 這個農曆七月的滿月先 為什麼呢 說真的 實在太多東西可以影響到 但凡那些事情 如果你落手落腳做的話 會影響你的錢 是的 那 那 應該 即它們會牽涉一個 非常之大的 費用 但是最煩 就是可能 我當 原來 即你慢慢等 原來你自己的財政 又會出現變化 還有那些東西 可能到時會便宜些 或者 即你明白嗎 即可能你等等 你等等 到那時候 即到之後便會更划算 或者 你再等等 再重新去review 多一次自己 究竟是否真的有這個 financial的能力去 去afford那些事情 OK 第一個 財政方面 如果你急著做這些事情 會 玩殘你這個荷包 第二樣東西 就是 它都可以影響到你那個事業 OK 例如 我打個比喻 如果你貿貿然去移民 那當然你移民 你就要辭職 是不是 那你 你已經辭職了 但是之後才忽然之間 覺得 都是不要移民 那 你辭了工作 已經沒有了 或者當時 你可能已經做得很絕的 甚至你 拍檯罵到老闆 很小的 很厲害的 你說 我永遠都不會回來 這個垃圾鬥 OK 那你說現在 它還會不會請你 是吧 但是最後你又不移民 那是不是叫做 培了夫人又接兵呢 OK 那 是 這些這樣的事情 其實最影響的是錢 和工作事業 那 還有工作事業和錢 都是掛勾的 對不對 因為你工作的事 你 就是上班 你也是為了賺錢 OK 總而言之 以上講的那些全部事情 麻煩你先按住 所以你們聽一下 你們這個農曆七月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 比較 立落 不可以很快開綠燈 但是如果我樂觀點去安慰你們 正所謂正能量 正念正思維 那在這件事情裡面 我會找到些什麼的得著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我當初叫你等 那其實不是完全 一定是外在變化的 也都可能是你自己 你會去轉念頭 對不對 那在這個過程呢 其實 有 都 都 起碼七成的機會 那這個念頭呢 其實就不是你自己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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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基於一些 頻倍壓力 尤其是是頻倍的壓力 那他們說說一下 就令到你會有一點少的 質疑之前自己的那個決定 在這件事上,我又可以加許一下你們,因為我們通常說,金牛是死牛一面頸的星狀,很固執,十個人有九個都是這樣說, 但是今次你們竟然肯去逆耳的忠言都照聽,從善如流,我覺得這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在性格方面,你們都會有少少轉彎的餘地,我覺得這件事是在今次農曆七月唯一可取之處,所以在這裡跟你說一聲很弱雞的恭喜 最後提醒大家,以後的星雲Post,無論在哪個平台,Facebook,IG,MEB,Youtube,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去找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我塔尖頓南星雲,都算是在玄學界裏面比較unique的,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即是抽牌,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去講宇宙的大事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我都是跟星象的,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本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我就決定了,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我去走多一步,亦都是給大家的一點點心意 就說,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provided我有時間,我就會在看恆星Planets之外,看Fixed Stars,恆星銀行的那個恆星 但是又要記住,其實因為恆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發掘